关心今天最新东美股市指数还有金价油价 在美股方面道琼工业指数是下跌了184.82点 达到两万九千八百六十一点 那斯达克指数上涨了六十二点一七点 来到一万两千四百四十点 备城半导体指数是上涨了三十点一七点 来到了两千七百三十六点 而在欧洲股市的部分 英国金融时报指数下跌了十四点九二点 收在六千五百三十一点 德国巴兰克福指数上涨了一百零八点八六点 收在一万三千两百二十三点 巴尼政商工会指数上涨了二十点二十九点 来到了五千五百二十七点 在金价跟油价的部分 金价是下跌了十二点二元 来到了一千八百三十一点四元 油价的部分是上涨了零点三七元 收在四十六点九四元